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英语很差 我知道你是英语口语很差的人 你平常坐飞机去出差国外有什么被歧视的经历吗 没有 反正见老外肯定是没有 但被中国人经常笑话我说英语难听 这是我碰到的 因为就包括在我印象特别深 在美国就是那会儿还疫情没有的时候 我去美国出差 然后经常去到LA我们自己的办公室附近的一个酒店 是哪家不说了 是一个高尔夫球场边上的一个酒店 然后因为老住的一个酒店 所以在那个酒店的前台应该是个华裔服务过 然后也被黑人被白人服务过 墨西哥裔人服务过 但唯独我感受最差的是那个应该是华裔应该是南方那边 因为我看他的名牌上的那个姓 他应该是姓刘 但他是那个广东话的那个发音low 看到他拿的一个东西上是有有繁体中国字的 所以我相信他是会讲中文的 但他见到一个中国人在为我服务的时候 其实他在疯狂的讲英文输出英文 而且你会感觉他刻意的把英文说快了 当然也许是我的误判 但总之对于他给我提供服务我很不爽 但是同样一个酒店同样一个前台 白人黑人甚至墨西哥裔的人去给我服务的时候 就大家特别开心 然后甚至还会说我想要高的楼层 我说可不可以给我更高楼层 然后他会跟我说 其实如果你多花50美金的话 我不仅可以给你高楼层 我还能让你听到每天早上起来小鸟的叫声 和看到地狱的阳光 就特别开心特别peace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还说就是那酒店 有一次我睡觉 我的那个空调声音会比较大 然后我就跟他说什么air condition noise so be 然后那个那个 call somebody for me call somebody to my room 然后这个 check it 然后说ok sir 然后马上就来了 把所有事做完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出一点点要笑话的语气 其实你很简单一个逻辑 所以这件事如果你调换一下位置 一个老外在中国的酒店里他觉得空调吵 那你觉得他如果不会中文的话 或者只会丢丢的话 那你说他会跟这个这个前台服务怎么说 他是不是按一个零 然后打电话就就会说呃声音大呃吹风冷风呃 你会你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或者可能再再拿一些更奇怪的腔调 因为老外说说英语的这个母语的人 那他说这个中国那个那个调是更奇怪的 但你会觉得一个老外中文说的磕磕绊绊的 你会去笑他吗 我不觉得 而且我其实发现去任何一个国家 你比如说在美国母语是就是他官方语言是英语 那一个美国人在那说啊 我只会讲英语 这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那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在中国 那我说我只会讲中文 这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语言多学一个语言 或者咱们就说英语这件事本身它是个工具 是个桥梁 能会说最好啊 是一个加分项目 但不会说也无啰嗦的事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也没时间刻意去学 我借助各种工具啊查字典啊 反正我那点破烂 散装英文也够啊 把活都干了也不耽误事啊 就如果在跟人交流的时候 我沟通不了了 我就拿出那个翻译机啊 你对着这说啊 talk to this machine can translate it we can talk 就完了嘛 就是老外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很早期我出差的时候 我还会说 I'm English so poor 后来就把该说的事说完了 你英文ok啊 不就是为了把事说明白吗 你又不是过来跟我这演讲来了 你懂我那意思吧 就是大家把事说明白了就完了 所以还是这句话 为什么中国人学英文有压力啊 不敢说 不敢这个张口啊 其实就是来自于咱们自己同胞的这个 很奇怪的莫名的鄙视啊 就是反正可能会说了英文之后 他多多少少会有点优越感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但但我我我没觉得能等到 就是因为呃我承认能说英文是会更方便 因为你获取信息的渠道会会更高效一些 那我是不会英文的呢 我就算打开一个网页 我还是点一下你翻译 那可能稍微低效一点 然后交流起来更加的低效 但但也不是那么紧急的事是吧 那就就就OK 我为什么会让我儿子学呢 我就希望他们多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 就是仅仅这么多事 但我并不认为啊 说会英文就是一个多么高端的事 会就会呗 我觉得会是挺好的 但不会也无了所谓的事 啊 所以你看我现在就这样 就您之前很很很好像法国英国说有学英语的这个 有有 我真的想 因为如果能把英文学好了 这个工具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也是为了工具 但现阶段呢 你们也看到我说了 我出差其实就用一个那个小翻译机 我觉得就很好用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能同传带在耳朵上的那小耳机 这现在还没机会试呢 但将来我看有机会 我再碰到老外有需求 有聊天需求的时候 我用那玩意试试 好用的话我也会跟大家说 我现在是第一没时间 第二 在这件事呢 我也懒得去系统性的这么长时间的学了 我还不如利用这时间把我身体锻炼的帮帮 对 基本上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语言这件事能形成一个鄙视链 但确实啊 我也承认这个东西存在 你比如说在咱们国内 那我有朋友去香港 这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他在享受一些服务的时候 你讲英文人家好好一起服务 你讲中文普通话 他就不跟你好好服务 是 反正我不敢说那边所有人都这样 但是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而且被我朋友碰到了 所以我估计你问我这事 是不是你就想说国泰的那个事 我觉得国泰这事挺特别 如果是我碰上这样的话 我就换下一台 我不跟他较劲 你既然不愿意跟我好好沟通 我也懒得跟你交劲 但我会把这个事去表达出来 我会把这事表达出来 你没啥高级的 你比我多会一个语言又怎么样 这是个工具 桥梁 是好事 但不是你歧视我 或者不给我好好服务的理由 就像您说的 他是服务您的 确实 对 那就下话换一位 如果每一个都不行 基本上我给你这家公司就定性了 你就是一个专门玩比试的公司 就再见了 我再也不会用你的服务 就那么简单一个事 但反过来你知道 我做外航 往欧洲飞我会做汉沙 然后往美国飞 我做过Delta 法航都做过 包括新航 新加坡航空 新加坡航空讲中文 那几个都讲英文 那大妈可 和蔼可亲了 跟你那认识认真的 她也知道你英文不好 然后她也会尽可能把她要说的东西稍微简化一点 包括我每次过海关的时候 人家要问我什么目的 待多长时间 这种简单的问题 她也会刻意的把语速放慢 然后因为她知道你不会 或者至少是不那么流利 她都会放慢 我觉得大家特别平等的交流 因为大家只是在做一件沟通的事儿 而不是谁要跟你去炫什么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如何如何比事的一个资本 那就挺没劲的